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这个光头是个高手 所以你不是武林高手 当然是武林高手 要不怎么会有人出高架 让我做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不告诉你 看起来官府是靠不上了 我本身的官府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自古以来江湖和官府都是两个世界 我只是希望官府不要把我当作通缉犯 我们就减轻了负担 可以全心全意地对付江湖上的事情了 霍大伯 那个刘捕快在哪里 这个不用担心 他不会跑远 我一定可以找得到他 只是现在必须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马上离开这里 带着家人到盘山药王庙去 我答应过县令不会在这里添麻烦 跟那些江湖杀手在那里做了断 全家都去 对 任何一个人离开都会有危险 只有在一起才会安全 农老先生 谢谢你的帮助 你现在亲近家躲几天 三天后 这些家伙就会跟着我上盘山 这里就安全了 就可以回家了 不过霍老爷 你现在只身一人前往 他们那么多人太危险了 是啊 药王庙的药王是我的老朋友 他会帮我的 天亮之前 我就带家人离开这里进山 告辞 保证我活得呗 展鹏 你说 袁甲会去哪儿了 咱们上次在芦苇丛里分手 我估计他不会离开太远 爹 我和展鹏先去找袁甲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骗不了我 哎呀 跟他废什么话呀 你说出来 让我们大家也轻松一点 我是个赏金猎手 我不能出卖我的主子 那你就死路一条了 不易的 对吧 我知道你是赵洪道家族的人 你叫赵二爷 你们一家三代都是赏金猎人 善用的是软剑 你爷爷你父亲都是赏金杀手 结果都没活到五十岁就被人杀了 你十五岁就成了流浪汉 浪迹江湖 没想到你今天也成了一个赏金杀手 我说的没错吧 你是什么人 我当初要保护一个人 你父亲拿了钱要杀这个人 我们两个交过手 你父亲要是当初听我的话 就不会那么早被人杀了 你到底是谁 于洪水 孩子啊 你还年轻 你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你想年纪轻轻的就被杀了吗 我们其实并不想伤害你 但是你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就是要和我们霍家过不去呢 我说过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火恩帝啊 我是赏金杀手 人家给我钱 我就杀人 谁给你的钱 我不告诉你 你还这么嘴硬是吧 让开 走开 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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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 你打我起滚 我就还你起滚 我打死你我 我 说不说 说不说 打不死我 死的就是你 好了 他怎么给你的钱 你们怎么认识他 看看啦 看看啦 各位老少爷们过来看看啊 什么样子啊 这是世上最毒的蛇 只要你们的嘴唇被他碰一下 我敢保证不出一袋燕的功夫 你们就不是我们大清朝的臣民了 就成了阎王爷的座上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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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下人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在一起 祝了十年 嗯 每天睡一个被窝 他就像我的老婆一样 给他亲密如尽 来 亲吻一下 你要是 他有个总子啊 他有个总子啊 他既然 他就得了 他有个总子啊 他就得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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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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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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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吓我 我是什么人 杀手 你吓不了我 没有办法 我只能这样和你见面 你看看墙角 把那个箱子打开 你是赏金杀手 我想用钱财让你给我办点事情 你给我指挥一个行动 按照我的要求 已经有六个杀手开始追杀一个人 但是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 我会把计划全部告诉你 你指挥所有的行动直到完成 同时还要按照我的计划 给他们报仇 你不需要我出面杀人 不到关键的时候 你不用杀人 好 那你给我多少报仇 就是那个箱子里钱财的一半 真的 没错 另外一半是给他们的报仇 你就不怕我拿着钱财跑了吗 你不会 就是你跑 跑不了多远你就会后悔 而且后悔也回不来了 为什么选住我 你家三代赏金杀手 不选你选谁 好 你要我怎么做 把全权指挥这个行动 目的就是要陷害霍恩帝 直到让我家满门灭绝 太可怕了 你 你是个没人性的人 那这么说 给我钱的那个报仇人 也是你在指挥 对 是我指挥他 你刚才说 那个神秘人 他已经派了六个杀手 没错 暴眼人 大巴脸人 蓝脸人 红脸人 拐腿光头 黑大汗 刚好六个人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 他们是有目的的 精心策划 设计了一个大阴谋 我们现在必须制定出对策来 重要的是 要赶快找到我的父亲 我都已经说完了 你们可以放了我了吧 我怎么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 在金钱和活命之间 我选择活命 你们放了我 我把那些钱全都给你们 我不干了 我远走高飞还不行吗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见面的 在没有完成任务之前 他不会出现 一切都是由我来指挥 那如果 这件事出现差错呢 他没说过 我们怎么办 放了我呀 我们遵守诺言 把他放了 不能放了他 放了他 他们杀了我怎么办 那你就跟我们走 不会有什么危险 我还跟你们走 干什么呀 去见县令大人 把事情说清楚 不 我们走 放了我 放开我 阿富 我们走 别 走 等等我 等等我 等等我呀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把火恩帝给杀了 我不能让你去 那你杀了他 火达达还有别的用处 那我只能够杀了你 也许是我杀了你 来呀 大爷 你有什么事 我 我送东西 火恩帝跑了 什么 跑到哪儿去了 跑到盘山去了 让我们到盘山去抓他 把他打开一眼 倒是一本意 快走 走 宝贝儿 你疼吗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让他们伤害了你 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别怕 我一定会救活你 是火家人伤害了你 是火家人伤害了你 你受的痛苦 我一定要在火家人身上再现 我让他们知道 你是不可伤害的 我们走 去找他们 报仇 这个活做的真累 从来没有拿钱拿的这么难过 还丢了一个兄弟 不过这次呢 咱们的钱拿的还算肥事 你看 一大堆金元宝 我算明白了 不光我们喜欢钱 其他人和我们一样喜欢钱 你看那个刘浦快 为了钱暗中杀人命都不要了 大哥 这就是你的物质了 怎么说 自古官匪一家嘛 官就是匪 匪就是官嘛 大哥 下面那活我们干不干 其实我们这次已经振的不少了 你看 这么危险的活 不干也够了 大哥 我告诉你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干 有点舍不得下面的钱 如果我们杀掉霍恩帝 我们还能得到多少钱 还有多少山上发光的金元宝等着我们 哪那么容易 你想的也太简单了 那几天下来 我发现霍恩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搞不好 我们的命也就混没了 这么厉害 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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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战书吗 这么怎么说 是霍恩帝干的 他给我们下了请战书 如果我们不应战 他会让我们一个一个死得很惨 怎么说 我们被他们缠上了 我们陷进了江湖上的血光圈了 血光圈 就是赏金杀手 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反而被对手所杀 最后 双方没有结果才杀下去 最后只剩一个人 怎么说 我们没有退路了 看起来 已经没有了 上面还怎么说 他约我们到盘山决战 我们怎么办 逃 只会死得更快 虽说很无奈 可是 我们毕竟也是江湖上的汉子 只有应战 我们两个加在一起 也是不可战胜的 他在盘山 走 我们上盘山去 我们要击鼓吗 我们悄悄进去 你想干什么 我不能跟你们进去 我进去 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求求你 放了我吧 你不进去的话 霍元青霍元栋他们就没命了 那我管不了 我救了他们 谁来救我呀 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你们能有什么办法救我 你们救不了我 我 那我就死定了 我不能去 我不能去 事情都是你干的 必须去 给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什么人 你们在这儿闹什么 这不是霍元甲吗 官府正在找你呢 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这不是刘不快吗 你们又死回来了 我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天明禀告仙令大人 听我的话 现在就去叫仙令大人 我们有话要跟他说 你们胆子好大 这里是官府门口 对不起了 兄弟 我们只有这样 才能见到仙太爷 怎么回事 还让不让人睡觉 仙令大人 不得已以这样的方式 来见你 是你父亲让你来的 我还不知道我父亲在哪 你们爷儿俩可真有意思 一个上半夜刚走 一个后半夜就跟来了 这么说 您一切都明白了 怎么说呢 有明白 有不明白 有糊涂也有不糊涂 当然 也有装糊涂 大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咱们一件一件来吧 刘不快 你先跟我说 我告诉你 你要如实禀报 若有半点差池 你知道后果 大人 我 照实说 大人 我能不能 离您近点说 过来吧 你可不要捣鬼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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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你的部下 我跟你说实话 你给我做主啊 快说 他们要杀了我 他们逼着我承认 是我故意要杀害护恩帝 如果不知道他们说的错 他们就会砍了我的脑袋 大人 你给我做主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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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我由你推销 麻烦 大人 是 的 你 人家小两口才起来捅开了火 做了这几个烧饼 你许我了 我不吃 少爷 你吃吧 为了少爷 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只是这一回 少爷为了霍家的事情 吃了这么大的苦 还差一点儿坐了大牢 更可怕的是 现在有家不能回 搞不好还会倾家荡产 少爷 你为霍家付出了这么多 值吗 长毛 我告诉你啊 霍家是值得交的朋友 我知道少爷的为人 可是谁想到这次会这么危险 我看见那个暴眼人和黑大汉 在院子里面打 他们可狠了 连命都不要了 少爷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连霍大白都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我觉得 应该快会有个结果了 我相信霍大白的为人 这霍老爷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这么多人来杀他 这说不过去啊 我觉得呀 这霍老爷肯定有一个 连他自己都说不出口的原因 他不愿意告诉我们 蒋鹏 你怎么能这么说霍大白的 是 我只是提醒少爷 这几天经历的事情 都这么兴风血雨的 少爷还是小心点为好 你说 袁甲他现在会在哪儿 这我也说不好 不过我想他不会离开靖海仙的 我们得快点找到袁甲 把霍大白去盘山的消息 告诉他 好 好 少爷 你吃吧 你吃吧 大人 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一定要逼着我承认 胡元甲 你父亲来告诉我说 他是被陷害的 只有刘捕快可以为他作证 刘捕快刚才的话你也听见了 他可是做了相反的证明 你让本官怎么判断 很简单 把他交给我 不可能 那是要犯王法的 刘捕快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 大人 我都是因为害怕他们 刘捕快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活得下去吗 告诉剑太爷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活下来以后你又去干个什么 我是在哪儿找到你的 找到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在烟馆里抽大烟呢 大人 我出来以后想见你 可是却被这个女人劫持了 县令大人 我们来找你 就是希望你能明辩是非 主持公道 大人 如果我们不相信官府 也不相信大清 我们就没必要自己偷上门来 如果官府不能解决 我们只有江湖手段解决 放肆 再说一句 不可胡闹 这样吧 事出有因也非常紧急 我也无法判断 霍元家 你是通缉犯 在没有搞清真相以前 我只能把你下进大牢 还有泥流不快 你也只能在牢里待着了 这官司只能慢慢地申离 你可不要和我耍滑头啊 这深更半夜的 让我怎么断案 那我们到外面等着 可以 你们先出去等着 霍元家你不能出去 因为他是通缉犯 他进来的时候 牙医们都看见了 如果我放你走了 别人就会怀疑我 串通一切 贪赃王法 你们应该明白 要想得到正义 必须按王法程序走 还有 你不是想救你两个兄弟吗 你要按正常的程序来 大人 我是冤枉的 事实没有查清楚之前 你必须在牢里待着 我和霍元家 陪他进大牢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 有人愿意出钱进大牢 你有什么不愿意的 大人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会杀了我的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霍元家 不会做出 胡来的事情 我也要陪双人到大牢里去 我要伺候少爷 少爷要渴了饿了 那怎么办啊 住口 这是坐监不是坐客 你们都想进去 我这牢房怎么接待 阿福 你陪芷兰在附近 找个客栈住下 这两天给我们送去吃的 芷兰 这几天就辛苦你了 少爷 你看 有家客栈 这么偏远 应该不会有危险 少爷 天也快亮了 我们进去睡觉 太好了 少爷 我就说嘛 咱们不是那些江湖人士的目标 他们是从霍家来的 咱们不用这么害怕 你已经这么累了 赶紧进去休息吧 给 这银子应该够了 去药间上房 掌柜的 掌柜的 有人吗 掌柜的 有人吗 有人吗 掌柜的 有人吗 掌柜的 来了 来了 大半夜的你嚷嚷什么呀 喊你半天了 掌柜的 给我来一间最好的房间 房间没有了 最后一间刚刚被人要走了 要走了 什么人啊 那两个人 我来 阿福 阿福 掌柜 你怎么在这里啊 农 农少爷呢 少爷 少爷 你快进来啊 你别这么大声叫 这大半夜的 客人都睡觉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要个房间要这么久啊 少爷 是阿福 阿福 小吴 你怎么在这儿 农少爷 我没有见面了 等会儿 嫂夫人 嫂夫人 你看谁来了 你看 农少爷 锦孙 芷兰 你也在这儿 原假呢 原假人呢 大厅里说话不方便 你先上来 好好好 等我上去啊 少爷 你们上去这么多人干什么 怎么了 住店啊 没有上房了 客满了 我们住一个房间 可以吧 对啊 对啊 天都这么晚了 哪去找客栈呀 您就发发善心吧 你们掏一个人的钱 住这么多人 有你们这样的吗 你 长老 掌柜的 钱不是问题 怎么样 够不够啊 钱不是问题 钱不是问题 芷兰 你快说说 原假怎么样了 他进了大牢 进了大牢 怎么会这样 你别着急 来 坐下说 快跟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仙太爷说了 只是走个程序 而且我们已经把那个刘捕快 送到县衙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事情就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那个可恶的刘捕快 居然当着县令的面 又改了供词 翻咬我们一口 现在 就看那个县令怎么做了 要是个糊涂县令 那事情 就不会那么快结束 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现在怎么办啊 没有别的办法 先等等看 快点 吃饭了 好子 云姐 老公 爹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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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啊 其中 你怎么也被关起来了 来 这是于大叔 于大叔 这是我大哥 霍元庆 这是我三弟 霍元栋 我知道你们两个 可惜我来晚了 让事情变得这么大 这位是老爹 二十几年的朋友 于洪水 于大叔 他就是父亲临走时说的 来救我们的人 于大叔 多谢您赶过来 这发生的一切 我们都捋不出头绪了 您来了 就好办多了 于大叔 您不会让他们 把我们兄弟两个秋后问斩吧 放心 我会想尽办法 把你们救出去 刚好利用这段时间 我们想想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许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我觉得这个先例 也许会秉公之法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胆小怕事 不希望在自己的地盘上 出现任何事情 锦孙 你知道我父亲他们去哪儿了吗 我就是来告诉你的 他去盘山了 他要你们脱身以后 尽快地去盘山药王庙找他 去盘山药王庙做什么 因为你父亲 希望谢太爷放了原青原洞 但是谢太爷 不希望江湖人 在他的地盘上血腥刺杀 所以为了让谢太爷 能够守信放出霍家兄弟 你父亲决定把对手 引到盘山做最后的了断 我娘呢 他也去了 全家都去了 看起来 我们要尽快解决这边的事情 到盘山去跟他们会合 好 我担心他们会有危险 展望 去加水 好的 少爷 展规的 加点水 展规的 加点热水 这大半夜的哪来的热水呀 明天早上再说吧 明天早上就渴死了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出门人在外都不容易 就这么多了啊 谢谢谢谢 多来点 多来点 好好好 够了够了 谢谢啊 掌柜的 掌柜的 住店 给我一间上房 要饭呢 去去去 我们这儿没房了 给我一个上房 我有钱 没有了 怎么 有钱也不让住吗 没有房间了 你看不起我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你纠缠什么呀 我就住一个晚上 去去去 没有了 我们下 COM 人家 人家 我们马ower 人家 一个 test 一个大鎢 一个оном手 个手 那个手 好 z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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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我跟你跟你说 干什么 这都是自己人 别藏着叶子 说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这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 刚才我去打水的时候 展鹏 看见一个杀手进来 把掌柜的给杀了 看起来可狠了 我们该怎么办 赶紧走吧 我们现在不能离开 展鹏 你带我去 看看他是什么人 也许和我们没有关系 也许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不要慌 不要慌 我去看看 你们有护身的 我带着剑呢 展鹏 那你护着纸 你们在这儿等着 展鹏 走 小心啊 请你去到谤 走 你去到谤 你去到谤 放了 终于乱 你去到谤 大人 小的到了 跪下 大人救命之恩 小的三代不啊 你胆子可真不小啊 你在外面摊脏枉法 吸毒成瘾 我一再迁就你 就是想给你个机会 让你改过自新 但是你却执迷不悟 现在 你终于摊上大麻烦了 大人 真的是他们在威逼我呀 是吗 嗯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去杀霍恩帝 霍恩帝他逼死了人 犯了王法呀 你告诉过我吗 你有我的手令吗 这 大人 我想等抓了人再跟您汇报啊 哼 没有我的手令你就敢去抓人 你在衙门里干了这么长的时间 你不懂衙门的规矩吗 你没有我的手令就去抓人 你这是犯了王法 你这是死罪 大人 我真的知道错了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饶命 好了 你这个白类 为了贪图一点钱财 你半路竟想杀掉霍恩帝 你以为霍恩帝是草民吗 你想杀就杀得了吗 这回好啊 你把自己送到了死亡之地 大人 谢礼大人 你救我也大人 救你 恐怕难了 因为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救自己 这都是因为你 现在霍家三兄弟都压在大牢里 我要是把他们无罪释放 他们到江湖上就会掀起血雨腥风 到头来我怕朝廷将我法办 说我勾结江湖扰乱社会 这可是死罪要杀头的 如果我要是不放他们 他们就会来劫狱 同样 朝廷也还会制裁我 因为我失职 会把我革职入狱的 最可怕的是 江湖上的那些人 会以为我跟他们作对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就会脑袋搬家 我知道 这几天我跟他们在一起 什么都看见了 那是一个杀人如喝凉水的事件 你还知道啊 所以说我现在救不了你 我现在想我怎么救我自己 因为你点了一把火 现在这把火已经烧到我屁股下面来了 大人 就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是啊 我也在想还有什么办法 我得好好想想 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解脱 大人 千万别杀我大人 我就是把你杀了十次 还是这个结局 还帝 你自己找上门来了 追本溯源 有人以死相逼 突然之间 有这么多人来家里追杀 而且往死里寻仇 终于找到蛇的真相 却又陷入新的迷雾 为什么这么多年相安无事 突然一夜之间 都来寻仇 我只想知道 他们到底 跟爹有什么样的仇恨 爹 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 于大叔 只要查清楚这些 就离真相不远了 我也在想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还有什么对手 可是我想来想去 还是想不到 到底还剩下谁是对手 也许老爹知道 我觉得爹不一定知道 如果爹知道的话 为什么出去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给我们线索 我相信老爹 他绝对不是做过恶事的人 这世界上的是因人而异 有时候淡淡的一句话 就会颠倒某个人的痛处 就会结下梁子 就会发生流血仇杀 这就是 你爹当年劝说我 脱离江湖的主要原因 可是世界上 有这么多不平等的事 一定要有人站出来 然后摆平他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否则的话 就只好任人宰割了 父亲做的太过了 危难来了 我们不但什么办法都没有 我们不但什么办法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否则的话 而且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 这几天 我不断受人欺辱 甚至会有生命的威胁 说真的 我没有被杀 不是因为我太坚强 而是因为 我太懦弱 没有一点本事 那些仇人都不屑 用我的血沾了他们的刀 所以才没有杀我 玉大叔 你说 我是不是太窝囊了 你父亲 他没有告诉过你们 他的经历吗 没有 老爹只和我说过 说有一天 灾难可能会降临 让我保护家人 你父亲 没有教过你们功夫 老爹让我们兄弟三个 各懂一文 大哥勿弄 我读书 三弟经商 可是我没有 书读得不好 不喜欢八国科举 考了个举人 三年壮人 连入围都没有 我觉得 我根本就不是个 读书的料 也许父亲早一点 教我功夫 我现在 还能为家里出一点力 其实老爹教过我功夫 但他总是说 学点就行 能护个身子 不受人欺负 易度押身 会带俩麻烦 老爹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父亲啊 自有他的想法 这是个乱世 不是说你想安静 就能安静一辈子 我这次来 主要是想劝他 重出江湖 再振雄威 玉大叔 你做我的师父吧 我想学功夫 你父亲才是高手 可是他不教我 我想 如果我学会了功夫 不但可以救我父亲 还可以帮助那些弱小之人 可以惩罚那些坏人 恶人 我不能当你师父 可是在这样危难的时候 我可以教你点功夫 你父亲也不会怨我的 好啊 什么时候开始 原家 你有这个心是好的 不过我有言在先 我的功夫跟霍家犬可不是一路 大哥功夫身底子厚 可是招式太温柔 对敌人总是手下留情 我鱼洪水练的功夫 就是要狠 招招要人性命 你可要想好了 什么功夫能战胜敌人 我就学什么功夫 看到你这个眼神 我就放心了 我们从现在开始 那边 陈小姐 就是前面那个房间 咱们便再靠近了吧 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拟她出来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 芷兰小姐 我看咱们还是别招惹她了吧 要不然会惹是生非的 你先回去吧 好 是你 我也没想到是你 我正要找你们 干什么 你们伤害了我的蛇 它现在还在疼 我要为它报仇 你的蛇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它没有伤害你们 你们却伤害了它 你们好狠心 我一定要为我的蛇报仇 小丫头骗子 我先杀了你 我先杀了你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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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呀哈